今年4月23号到5月12号 将新剧竹不朽竹头角工艺展与嘉义朴子梅林美术馆展出 将竹头角这项传统工艺以艺术展览的方式推广给大众 不仅是希望能保存 更重要的是流传 让竹头角不要成为长辈口中正正的杯 杯被视为是与神明交流的工具 在庙宇的供桌上十分常见 信徒点香禀报自己的身份与寝室后 将杯捧起 植出 根据杯落地的结果来推断神明之意 拔杯作为华人文化传统的占卜方式流传已久 杯的材质从古时候以棒壳为主 演变到如今以木头 竹子等材料制成 木材的纤维是紫的 尾端撬的那个地方 你给它拔杯的时候 那个尾端会断掉 竹子的纤维是相差的 所以它的韧度更强 像我们的年代都是竹子养大的 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工业社会了 被木材 塑胶代替了 所以这些竹子 竹林就变成晃掉了 很可惜 很可惜 Dick头杯的表面有突起与凹陷之处 老一辈的人将突起处以麦珠的麦称呼 而凹陷处则以斗宅的宅来称呼 又取宅与才的台语谐音 而有了才眼星的说法 竹子很多人去形容它几星几星 其实宝贝跟几星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只不过是以前我们的老人家 开庙门的时候都会用七星剑 七星火 这些七的数字 其实是这个数字的问题 跟宝贝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家在说梦林 这条竹子 这条杯整清 其实生不重要 重要是喜欢 这条杯做得有水 在拿那个手感也很舒服 现在的人在做 都用布的 用布的对神不净 它去把铐转动 真真 铁的那就是铁 古人从竹子形态与生长 所体会出坚韧的竹文化 与强调成的信仰文化 共同交织所产生的 Dictal杯 是珍贵而难得的 除了具体的物质该被保留 抽象的精神与文化意涵 也不应该被遗忘 做杯那边 起片 都会去到天空下去 我们就一定照顾天的 既有心明的既有 跟我们讲的 我们照顾自己做 起来又背这些铁 中正一报 张杰 陈同意 嘉义报导 到这些铁里面了 美国祝贝 起步 起步 平脚 起步 起步 起步